每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,我都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,但我从不走,因为太艰难了,闻香石女人。 这两天,耳边总是响起大话西游那首经典的Only You,特别是下面几句,怎么听怎么都觉得特别讽刺,别怕死别颤抖,被黑过来,送死你去,拼全力为众生,牺牲也值得,还是那句名言,出来混。 迟早要还,现在的形式是,我初来婚,想尽办法让你来还,有媒体用了这样的标题,甚是贴切,中国经济正加速寻找接盘侠,只要你心中还尚存一丁点的贪念,就会落入资本套路多,总有一坑留给你的现金钟,那些早就虎视眈眈你本心的人,只要你稍一犹豫,他们就会饿食, 把你的本金吸得一干二净,甚至你没有本金,也会用有钱就花,没钱就借的消费升级,让你负债累累,一次又一次的接心还就下,你为别人创造了超高的财富,自己就变成了越来越大的富翁。 更可怕的是,这样练成的富翁中,有着大批尚未走进社会,还没有任何收入的大学生,小小年纪,还没正式开始工作上岗,就光荣丹丹起了社会的接盘侠。 前些时候,坤彭论分以为,这杠杆虽然很疼也很痛,但会让人们明白,失业新帮,失业才能真正创造财富,许多人欢呼,后到本费老实人的时代来了。 没想到,实在没想到,杨妈四比才罢后,结果等来的却是一次大放水,前功尽弃,复向激励,都知道这个内容来困,集中难反的时候印钞票不好,甚至是小年红官政策,不管是财政政策也罢,货币政策也罢,失去左右的声音留在耳边。 但我们还是选择了放水,超发货币,成年拼盘,这得是多无奈的选择。 放水其实就是一个家旦感的过程,历史上,每次放水必然会有一轮投机赚钱的机会,因为货币兑水,资产价格也会大幅提升,特别是房价。 回头看,从2014年宽松到2016年底收紧,所有资产都被炒了一遍,2014年是债券,2015年是股票,2016年是商品和地产。 货币宽松真的不能有效刺激实体,更多的是制造价格幻想,放水太多,各种一夜暴富的神话将再次传唱,大量不确定的未来,打下了人对长期的关注,转而迎合短期和当下。 但是,投机也将来都是少数人成功,大多数人被收割,因为投机创造不了任何财富,只是财富的快速集中转移。 所以,更多人的结局是投机不成,却背负上了沉沉的杠杆,成了光荣的街拍侠。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,货币宽松会导致财产性收入,远远好赢劳动性收入,加大贫富差距。 潘石一说的没错,验的钱是没有成本的,老百姓的钱是用汉水赚来的钱,每一次超发,都是歧视老百姓手中的货币财富。 位于货币流动最末端的老百姓,也就成了最终的街坛侠,根本没得选。 货币超发,通货膨胀,在某种程度上,就是向全民强制争水,美国街坛,此话不假,而如今,大量P2P爆雷,各种跑路。 不少信托,私募产品违约,哪个主力街坛侠不是老百姓? 厉害了,我问你,因为历史上每次大放水,房价都要抖一抖。 下面昆彭论再说说,前两天,一个热议话题。 7月23日,在某21世纪房地产论康第18年会上,北京师范大学兼容研究中心主任中尉说,在过去20年中任何时点,都可以买入商品住宅,持有6年可以获得100%以上的收益。 现在买的房耐心拿6年,也会有翻倍的收益。 有次媒体测赞了一下,验证这个说法不错,甚至在一线大城市,像当年单位分的房,然后花很少的钱买下来,几乎可以翻60倍到100倍。 为什么房价能这么猛烈的增长? 主要原因指一个,货币超发,20年前的1998年,我们的广义货币平方米, 10万4499亿,2018年的现在呢,177万178亿,几乎每个完整的6年,货币供应量都实现了翻倍。 按这样计算,每6年翻倍的房价其实并没有涨,只是原来的100元,过了6年后变成200块了,但这200块是只能买6年前100元的东西。 关键是,如果6年前你挣100元,6年后的现在挣200元,收入翻倍,同比增长,那也没啥。 但大部分人,6年过去了,收入的增长根本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,所以房价越来越高,自己的收入却离房子越来越远。 昨天,有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已经变得风言风语,它让人们相信命运。 目前,大选刚刚开放,许多专家认为,只要水不到房地产,什么都好说,但货并如水,逐利而无控不入,水自由,但其真实的力量却能穿实。 对于你,我普通老百姓而言,目前阶段,安排自己的财务上是需要谨慎,再谨慎的。 尽量当了货币超发的接盘侠后,再继续担当其他接盘侠。 P2P爆雷,不管是平台还是媒体,都尊敬的叫你一声投资人。 听着高大赏,但自己的本金却是真没了,有软用,羊妈怂了,看好你的钱包,请您关注本。 昆恒论自2016年初成立至今,是包括今月头条、雪球、搜狐、网易、新浪等多家著名网站,或自媒体平台的特约一专家,或特约一专栏作者。 目前一类即发表文章与问答三千余篇,文章传播被量超过三百万次,文章总阅读量近四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